大家好 下面我和大家分享詹姆斯先生和伊夫琳女士 对梦见薄雾 靶子被惩罚 波浪和白色的解读 一 梦见薄雾 梦境中的薄雾 象征一种困惑的心理状态 还可以表示做梦者希望将某些事情看得更真切 梦见靶子 梦见靶子通常反映的是 做梦者的目的目标 也可以表示做梦者感觉自己正站在风口浪尖 梦见被惩罚 梦见被惩罚 象征做梦者因做出某种行为而感到非常羞愧 即使是梦见别人正在遭受惩罚 做梦者也能感觉到这种情绪 梦见波浪 因为水是情感的象征 所以风平浪静只带那种理智的情感 惊涛骇浪则代表那种澎湃的感情状态 梦见白色在西方文化中 白色一般象征干净 纯洁和尊严 而在东方文化中 却通常同哀悼死亡联系在一起 好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